大家好,我是Elly 今次想跟大家說說,我終於買了PS4 就是這個冰河白的PS4 是9月9日才有,所以等到我鏡頭牆,白色機身 怎樣也好,現在就買了 當然是馬上開箱來玩一下 其實開箱文,黑色機身 之前文仔也在網站有寫出來 白機和黑機大致上是一模一樣的 裡面都是這些東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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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那些東西 裡面有什麼我就不多說 其實都看照片就知道有什麼 為什麼我Elly死都要等這個白色機出現才買呢 當然我當然喜歡白色,大家看看 我手機,V,PS3都是白色的 PS4當然不能走 不單止,家裡的燈也是白色 飯廳的燈也是白色的 又有白色的花盆 真是一場白色的恐怖 你說PS4不買白色的怎麼可以呢 對不對 拍攝一些高達模型給你們看 這些只不過是冰山一角 嘻嘻 PS4的手掣大於PS3少少 不過功能強了很多 又有喇叭,又有Touchpad,又可以動態感測 還可以插耳機 都幾方便 不過我就未必用這個,因為我自己都有 好,所有東西都設定好了 那我現在先打機 遲些就拍一些PS4的遊戲片給大家看 另外提提一下這個機身 有一個鏡面的地方 就是Sony的Logo的位置 大家小心一點,鏡面很容易發 最重要是試試機,知道嗎 那好吧,我都要開機了 下次見,掰掰